現在2023年中 比較好、穩陣、有豐富的Return投資 那件事叫做 所以我預算了一份工作表格 好像一個Excel Spreadsheet 很簡單 給大家記錄 以及可以做到一個全年的計劃 這集就講一下 如果你是剛出來工作 或者做了幾件事 就開始有錢賺了 也有很多錢花了 究竟個人理財的Personal Finance 是應該怎樣處理呢 一般的理論就是 什麼分四份 什麼衣食住行 但是很籠統 而且你講完之後 其實如果你沒有計劃去記錄 去有計劃 你是不會做到的 所以我預算了一份工作表格 好像一個Excel Spreadsheet 很簡單 給大家記錄 以及可以做到一個全年的計劃